出了较高的要求 运20飞机体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操控性能 45度的坡度转弯对于经济机来说不是一个难题 但对于一个体重量如此庞大 重量如此重的运输机来说 45度坡度属于大坡度 在大坡度转弯当中 生力面积将会大大的减小 这考验的是运20飞机有效的生力特性 大家想走开 现在飞机将对阵跑道进行第一次动场 飞机高度300米速度300公里每小时 飞机就向左右行程各45度角的S型水平激动 这个动作将向大家展示运20飞机 良好真正的操控性能 而这优异性能的背后 是运20飞机操控系统的革新 运20飞机是我国首款采用电船操控性能的运输机 可以体现出运20飞机机载的计算机 具有比较高的运转和控制能力 同时飞控计算机还具有全面的保护功能 能够给飞行员提供无忧虑的操纵体验 刚才飞机进行的水平激动 飞机姿态非常稳定 就像一只轻盈的鸽子一样 随意的左右摆动 丝毫看不出这是一架200吨级的大型庞然大物 非常的精神流畅 飞行员的操控也是有里有余 大家继续向右侧看 现在飞机将做一个左航线准备暂时通常 越南飞机是2016年日装部队以来 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任务 在提高部队作战能力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培养出了一支政治思想过异 作风战斗战斗作风顽强 理论功底扎实操作能力杰出的飞行员队伍 机务队伍和机关队伍 将为后续越南飞机大批量的装备 我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宝藏 越南飞机未来大批量的装备 列装部队将对我军的机动方式产生质的提升 以往我军主要以铁路和陆路运输 为主要机动方式 传统方式时间长 反应速度慢 应对突发情况能力有限 而实施航空机动将可以将以往的反应时间 由天为单位变为小时为单位 能够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响应 现在飞机已下降至150米将进行第二次通场 在圈圆的朱日河建军九十六年约屏上 越南飞机作为运输机机队长机 带领港驾运九飞机 在朱日河接受了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这是我空军首次普通等级运输机混合编队 为未来运输机混合编队作战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好 现在越南飞机正通过我们的上空 再次通场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身姿非常的优雅 飞行姿态非常的稳定 现在越南飞机正以30度坡度向左坐上升转弯 可以看到飞机的主起楼架已经放下了 后面将调整位置建立着陆构型 进行低空小速度通场 在我们牧师范围内 越南飞机充分发挥出了其优异的飞行性能 不论是大坡度还是大洋角的姿态变化 状态都非常稳定 飞行轨迹圆滑 飞行动作优美 非常具有工业美学的魅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是一款性能优异的飞机 同时呢看起来很顺眼 很漂亮的一个飞机 让人赏心悦目 舒服 流畅 这就是刚才冯上相所说的